澳门城市急速发展 单单是依靠公共巴士作为主要出行工具 已经无法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数据显示 在疫情之前 每日巴士的载客量大约是63万人次 2021年 每日巴士载客量53万人次 我们过去公交的发展 由十年前的三十几条巴士线 到现在去到八十几条巴士线 而且我们巴士的覆盖率 已经差不多去到99% 再做下去的空间已经不大 所以如果要再维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话 轨道交通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对于澳门公共交通的问题 必须要开拓思维 透过轻轨分担公共交通压力 并逐渐落实以轻轨为主要的公交出行工具 可以说单一个交通工具 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或者用一个系统的形式去处理 我想会较合当 轨轨有这个 轨道交通有这个好处就是 它不会占用到路权 还有它有专用的路权 准时准点低碳高效地 将老百姓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 再辅助于一些巴士的路线来配合的话 就可以达到一个最畅上的交通运输的目的 目前轻轨毁滋载线已经落成 将有罪推进轻轨系统一站三线建设 即是轻轨马角站、石排湾线、横琴线和东线项目 预计2023年底可以完成马角站 至2024年完成横琴和石排湾段 莲花口岸站及大楼的设计及施工 在2022年开工 大楼群楼部分也都将作为 轻贵毁滋载线及横琴线转成的接驳平台 将莲花口岸站及HE1站连接 方便乘客转成 区域性的融合 环保绿色这方面 还有高效快捷这方面 我觉得这个思路上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来说是一个轻轨系统 一个巴士系统 或者行人辅助系统 几个系统组合上来 我相信来说效率会提高 经济的效益也会相对提高 持续完善交通网络 构建无障碍和便捷的步行环境 便利市民出行 大潭山隧道初步设计已基本完成 后续将推进设计连建造工程 隔招标工作 奥林匹克游泳馆原形地行车天桥 在2021年完成 友谊原形地行车天桥 2022年完成 环重山步行系统工程已在2022年完工 行政长官何一成在启用前巡视环重山步行系统 未来将会持续监察和控制车辆增长 完成澳门陆路整体交通运输规划 2021至2030编制工作 建设推行公交优先维度向的绿色 集约交通体系 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 智慧化融合发展 提高整体交通治理能力和效率 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 宽步前行